针对中国向委内瑞拉贷款的事情,不少网友表示十分的气愤,他们认为委内瑞拉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利弊亚的国家,中国借钱给委内瑞拉,完全是在挥霍前,近期更是频繁爆出委内瑞拉不愿抬中国的贷款的消息,难道真的像网上流传的一样? 中国借给委内瑞拉的数百亿美元将打水漂,除了贷款金钱,最近甚至还爆出了中国将取代俄罗斯,成为委内瑞拉的主要武器供应国的消息,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需要贷款给委内瑞拉,还需要收武器设备给委内瑞拉,贷款是一种具有抵押的贷款方式。 当初中国救济非洲,非洲还得是钱,不过经济贫困的委内瑞拉,并没有能力用经济进行偿还,有网友表示,委内瑞拉可以使用美女进行偿还,虽然委内瑞拉的经济不好,不过委内瑞拉国内美女的质量却极高,所以常常会有人这样进行侨侃,委内瑞拉是一个穷的子孙美女的国家,虽然后天发育不好, 不过委内瑞拉的先天条件却很不错,委内瑞拉拥有非洲不具备先天财富,那就是丰富的石油储备,委内瑞拉的石油储备占世界第五。 不过因为历史因素,委内瑞拉不仅没有靠自己的石油富裕起来,反而成为了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。 中国对委内瑞拉进行救援,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救援,其实还是一种友情,友谊,有利的战略互惠,为内瑞拉还贷款的物品,为石油,石油作为一种具有固定价值的物品。 其并不会出现因货币贬值而出现亏损,虽然目前委内瑞拉方面正在试图以降低石油价格的方式,赚取更多的经济, 不过委内瑞拉方面并不敢通过大量的降低石油价格,以此来获取更高的出口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